各位早晨,我是鍾敏玲 歡迎大家來看《聆聽主聲》 今天是10月11日 經文在詩篇第73篇1至17節 題目是《惡人當道的夢幻人生》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2022年2月24日 直至現在已經7個月了 何時結束呢?只有神知道 但戰火摧毀了雙方許多生命 炸毀了烏克蘭不少民居、學校、商場、醫院、火車站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只有一個原因 是要佔據烏克蘭的領土 正如在2014年奪取了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 以強靈約、惡人當道如何? 在個人經歷中 累々看見不公義的事情發生 神又怎可以坐視不理? 早在大衛時代 另外,斯班長阿薩已經將冤屈的感受表達而成的詩篇 第73篇收集在詩集之內 我們要用兩天時間去默想 第一日 第一至十七節題目是 《惡人當道的夢幻人生》 內容是 《若以目前的舒服和今生的驕傲去衡量一個人的成敗》 我們便必然落在疾度和絕望中 第二日是第十八節至二十八節題目是 《想佛報應未必在今生》 內容是 一個人的成敗乃是由神去衡量 不一定是禁聖的 我們現在先讀詩篇 第七十三篇一至十七節 這首是《阿薩的詩》 《神實在恩代》 以色列那隻清心的人 至於我,我的腳幾乎失閃 我的腳險舍滑跌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 就心懷不疲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 他們的力氣卻也撞實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 也不像別人遭殃 所以 驕傲如鏈子 戴在他們頭上的項上 強暴像衣上 遮住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眼睛 因體叛而突出 他們所得的過於心裡所想的 他們機笑人 憑惡意說氣壓人的話 他們說話自告 他們的口蝕俗上天 他們的蝕毀磅存地 所以 神的文歸到這裏 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他們說 神怎能曉得 至高者豈有知識呢? 看下這就是惡人 他們既是常享安逸 財保變加憎 我實在徒然 潔淨了我的心 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 每早晨受懲治 我若說 我要這樣說 這就是以奸詐待你的重子 我思索 怎能明白這事 眼看實是為難 讓我盡了神的聖所 思想貪悟的結局 首先 A 我們看見惡人事事順遂 由第四節到第十四節 都是用現在式動詞事態表達的 即現在仍然真確的事 第四節第五節說到惡人 死得舒服 力氣壯實 活著都免除人生一般的痛苦 B 我們又見證 狂傲人事事得意 越來越昌盛 第六節表示他們公然不隱藏自己的驕傲 公然表現他們的強暴 橫行無忌 第七節指出他們要看的 臨狼滿目想得的永無止境 第八至十節 和第十節說到他們對人的驕傲 他們畸笑人 惡意說欺壓人的話 他們出話自高 第八節 所以神的民歸到者裡 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第十節 可見狂傲人 畸笑人 惡意出言欺壓人 絕不留情面 更大膽的是 連天地都要批評 就麻 當作神存不知情 有一種人定勝天的驕傲 看第九節和十一節 他們的口 涉足上天 他們的涉毀旁存地 第九節 然後他們說 神怎能知曉 至高者 喜有知識 第十一節 總括以上 惡人常享安逸 更加上富有 詩人目睹此現況 心裡有莫大的不平 詩 這部分說 我便憤憤不平 第十三至十四節 表達出詩人心裡的慘痛 我實在徒然 結淨了我的心 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 每早晨受懲治 即是說 詩人保持一個清潔的良心 雙手都未做過污衛的事 但得回來的是什麼 反而是災難和痛苦 好像神不停地懲罰他那樣 做人終直老實 到唐來好像枉費心機 他越想越不順氣 越來越覺得 神沒有以公義來代他 有神與無神都似乎沒有分別 信心的考驗就是 神你不公正 或神你不存在 若以目前的舒服 或今生的驕傲 去衡量一個人的成敗 我們便必然落在疾道 和絕望中 詩人在這困境中 他在第二節就承認 至於我 我的腳幾乎失閃 我的腳險死滑跌 即是他幾乎丟了信心 第十五節 我若說我要這樣說 就是以奸詐代你的眾子 即是他差點發表了他的意見 幾乎公開了他的懷疑 當作是真的事 如果這樣說出來 就以奸詐來害到神的眾兒女 詩人在困惑中摸到一條出路 第十六節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 眼看實在為難 神的公義很難明白 關鍵在第十七節 等我盡了神的聖所 思想他們的結局 詩人進入聖殿 去到神的面前 便有所領悟 究竟他領悟了些什麼 這就是明天分解 今天默想的題目是 惡人當道的夢幻人生 大家都不難找到很多現實生活的例子 要知道你所受的困苦 不是唯有你獨有 就是在信主當中 亦有很多不明來歷的苦難和不平 惡人將狂掛口 歪曲真理 環弱很多支持者 是常見的現實 但我們的救主耶穌 已受了不是他該受的苦難 惡人暫時得勝 撒旦暫時高興 始終基督復活 成為最後的得勝者 今天在此暫停 明天再來 我們的祈禱 主耶求你安慰在不公義的環境下受壓制的人 教我們將目光轉移到你的身上 從你的犧牲得安慰 雖然不明白 但你教導我們放心 在地上有苦難 但你已得勝世界 主耶 我們等候你 奉主的名求 阿門 希望大家 和我一起等候 明天神給我們的答案 多謝大家分享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